舉重金牌女國手郭信淳 將光州世大運聖火火炬 轉接給田徑金牌得主楊俊翰 象徵奧林匹克永不放棄的運動精神 能夠持續傳承下去 兩年後世大運的時候 我可以歸台灣拿下很好的成績 然後目標就是金牌 第一次這樣在 就是世界大學運動會的這種 這種比較大型的賽事 擔任火炬的時候 會緊張就是希望 當天能夠好好 韓國光州世大運即將在今年7月舉辦 身為下屆主辦城市的台北市政府 為了宣傳下一屆的台北世大運 同時替我國參賽選手加油打氣 因此特別以路跑慶典活動的方式 邀請民眾一起迎接盛回台台 我們很高的一個使命 是希望透過世大運 來提升整個台灣的一個國界能見度 甚至透過世大運 能夠讓更多的一個產官學 還有民間的力量結合起來 目前所有入選光州世大運 代表隊的選手 都在緊鑼密鼓的集訓中 而北市府也積極進行各項建設 與志工籌目 希望能在2017年以前完成準備 辦好這場台灣歷年來最大型的國際賽事 海波大台北市五位新聞 郭正銘採訪報導